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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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天之命 李居明 我是李居明 林基 Hello 師傅 你好 今天我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叫人緣的密碼 這個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 人見人愛車見車載 那怎樣才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人緣 不如我們反過來講 有哪些人是沒有人緣的 沒有人緣的人通常來說 就一定是權高 林基 你的權不算高 有些權是好像來到這個位很高的 通常來說 你一看他已經知道他很兇 所以通常怎會好人緣呢 權高的人 特別如果女性 是真的有客夫 所謂客夫的意思就是喜歡罵老公 譬如說我們一看他 你很喜歡罵老公 或者所謂踢老公下床 就是跟老公分床睡 是 很有趣 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這個密碼是原來看那個女性的權 是 權一高 就代表他喜歡持權之外 又是喜歡話事 喜歡話事的時候 就是喜歡頂老公頸 是 所以權高是第一個 叫做孤寡相 也是一個沒有人緣的相 也就是說 就算朋友跟他聊天也好 他一走轉背 那些人都會說他的 是 就是說他哪裏不好 哪裏不好 這個是第一 是權高 第二 就是所謂押高 押高 也是代表少年的時代 他是很坎坷的 如果押 好像我們這些 很小時候已經有文 是代表三十一歲無真魂 意思是三十一歲前 你都不會有甚麼運行的 這個造字 也就是說 你都是人緣不夠好的 聚不了人 就是助力不夠好 所以如果我們看 一個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之中 當他一過了十五歲之後 為什麼一個額頭裡面 已經有幾條紋走出來呢 他都還未老 那就是代表他三十一歲前 他都是沒有人緣 而且是建立不到一個班弟 是幫他做事 或者有好的人緣 是發展他的事業 是 反過來我有時候見到一些人 他就不是有紋的 那個額頭簡直是光滑到反光的 是 那這種呢 就是我們說光到怎樣呢 看下去的時間 只能看到他的頭頂 頭皮 好像高增 或者好像比丘尼 那樣 女性一看過去 直成 你的頭很像光頭 看到頭皮 這種都是屬於 孤神寡宿相 孤神寡宿相 的意思 就是很喜歡自己躲起來 還有做一些 是很孤獨的行業 通常來說就是很多護士是這樣的頭 通常因為他們的行業是每天要面對生死 是 所以護士其實是一個挺難價的行業之外 也是一個挺孤寡的行業 但是他們很有愛心 還有他們為人民服務 這個是好 但是他們的頭髮很容易是這樣 那說到人緣 因為前幾集我們有說過一個生肖 大家的反應很強烈 是 有關於生肖 其實在生肖裏面有一個叫做三合局 三合局的意思是 三合局的意思 如果我們把十二生肖寫在玄圈上面的說話 三合局就是剛剛的三角形 也就是說是一個很實在很實正的一個 升宿的一個組合 那麼在這個三合局裏面 一共有四組的三合局 第一組的三合局就是 虎、馬、狗 它意思就是叫做人五率 是 它代表著甚麼呢 代表老虎生肖的人 和屬馬和屬狗的人 很容易在一個寫字流 或者一個空間裏面 如果在房間裏面有三個人 很大可能性 就是虎、馬、狗這三個人 的生肖是會聚的 感情特別好 而且他們很容易撞在一起 所以這一個就是第一個叫做人緣 三合局 就是說如果你屬老虎 你找些屬馬、屬狗的人 他做你仲朋友 這個可能性是最高 而且經常會遇到 第二個就是兔豬羊 即是譬如屬羊的人 他遇到一個屬豬的 或屬兔的 他不用用很大的能量 都很容易建立到友誼 第三個局就是龍、喉、鼠 你又屬鼠 所以你遇到熟猴或熟龍的人 這就叫做三合局 這個在你的工作過程中 很容易會遇到熟龍 我所知你尚書是熟龍 沒錯 然後你的身邊應該有一個熟猴 有啊有 真的有啊 於是在一個寫字流裡面 很容易就找到這個三合局 第三個就是蛇、牛、雞 即是屬蛇的人 遇到熟牛和熟雞的生育的人 在一個寫字流裡面 是很容易 而且很容易成立了一個 叫做三合局的關係 這個關係真的很準 事實也是代表著人緣的基礎 哦 那其實我們是用這個指標 容易點可以找到我們的partner 或者是朋友 甚至是會知己 沒錯沒錯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是 認為一個人 如果他本身是有四個叫做地支 在他那個八字下面 都是代表這個人很多桃花 是 那麼多桃花其實在現在社會來看 就是你看到一個女生多桃花 或一個男生多桃花 不只是指他的愛情桃花 花這桃花 是代表這個人是可以從事影藝的工作 就是你這個工作 或者甚至是可以做電影明星 或者甚至是會紅的 那麼這四個字 如果你的子女 或者是你本人是有的說話 那麼你留意 你真的可能如果是帥仔、帥女 可以做一下電視電台 這個密碼就叫做 子、五、謀、有 子、五、謀、有 林忌幫幫大家 好 怎樣寫子、五、謀、有 子是甚麼 子就是子女的子 老鼠 老鼠 即是假如他屬老鼠 或者他是老鼠月出生 也就是12月8日到1月8日左右 這段時間 或者他出生那一天 他的地支是有個子字 或者他是子時出生 也就是晚上的11點到第二日的1點 有這個特徵 他就已經有了子這個密碼 第二個叫五 五就是指馬 馬就是指馬的生肖之外 馬年 馬年 馬月 馬月通常是指農曆的五月 是 也就是西列大約6月2、7月的人 他出生那一天 就全年是在那裡計 那五時就是子 是中午11點到1點出生的人 是 那這個就是五 如果有了子 又有五 那你已經有兩個的桃花密碼 是 那就要看第三個了 好 第三個是甚麼 某 某就是柳樹的柳 沒有了木指邊 某就是代表兔子 那所以兔子 就有一件事叫做兔有狗屈 就是代表兔的男生 有九個家 九頭家 就是九個成人 九個住家 或者有九個家 那也就是說 就算那個家不是他的 他都會放下一個行李箱 或者放下幾袋東西 在家裡霸 方便他將來流宿一宵 會霸在一個角落 那這個又是桃花密碼 所以熟兔的人 基本上我們說 都會是多情多性 唸得給男士 那這個某字 那就是說 如果他是兔年 兔月 兔日 兔時 兔時 就是指早上五點到七點鐘 這段時間 叫兔的時辰 好了 那就到柳了 柳即是雞 柳 你寫一個柳字 紅酒的酒字 沒有了三點水 這個酒字 就是代表雞 原來雞是雞年出生的人 或者他雞月出生 雞熱就是代表西曆的 大概九月八日到十月八日左右 秋天 是的 或者他本身是有時 有時就是指黃昏 這個五點到七點鐘的時間 出生的人 都是具備你一個有的密碼 只要八字裡面有 我們所說的子五某有四個 如果齊齊的 你就差不多要做電影明星 哇 如果你有三個的話 是 都是代表你一個人 是一生人會多桃花的劫數 劫數 劫數 因為這個密碼是劫數 也是代表著你會是一枝三葉情 一枝三葉情的意思就是說 你除了結婚之外 你肯定有第三者 這個都是指五某有的特色 在八字的密碼裡 已經知道自己的愛情生活 有沒有機會有第三者 當然 因為這個星其實是叫咸詞星 是 咸詞星在我們中國古代的密碼裡面 是看一個男和女 第一次的性的反應 比如男仔是第一次的性的特色 女仔是第一次他有月事 接下來他就會是第一次跟別人一起 那些都是叫做咸詞密碼 是在中國的傳統的命運學裡面 是看得到人的性的取向 和時空的時間都計算得到 通常這個指五某有這個密碼 就是這樣來的 那我們說人緣 當然是反過來說不好的人緣 剛才我們所說的 其實人緣去到最不好的地方 當然就是所謂叫犯官非 或者就是犯一個人制的大是非 那人制大是非 原來就是會在一樣東西裡表現出來 是非常準的 就是眼睛會是這樣 凹了下來 是好像睹眼那樣 下垂 向下垂 那逢你見到一個人的眼睛一向下垂 你已經可以預言 這個人他在38到40歲那幾年 他是遇到一個很大的災難 這個災難通常是關於是非 是非 灌非 或者是一個離家出走 或者家裡火燭 或者家裡水浸 的一個破家之險 很嚴重 是啊 我們看上一代的人 我們都見過很多人 這個位置會倒下來 其實就是代表著他們在那個歲數 是遇到一些災險 那特別因為我們上一代 很多戰爭 很多動亂 是 都可以看得到他們的壓力感 好了 看這一代的小朋友 我們就看看未來這幾十年 到底他們有沒有災難呢 沒有一個有 那就是代表著他們 接下來這一代的小朋友 是不會再有這些大型的是非 或者官非 那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是 但是如果有的話 他又未必會經歷這些是非官非 只不過就是說 去到他們三十幾四十歲的時候 他們家裡可能會有一個火災 或者一個水險 那這個就是對一個人來說 就是最不好的地方 叫做凡是非官非 如果在眼皮位上 我見過有些朋友 是有顆幾大的脈 那就是代表著 他們會有這一種的狀態 都是代表是非官非 是 所以如果我們的眼側邊附近 那顆脈 其實都要脫掉 脫掉之後 就能夠減少到 這個危機和災難